我呢, 貓獅經常死, 雖然很慘 你見到我法外, 你就知斷了 我剷掉所有東西, Array, 學你本身懂 怎樣應用, 在for loop你也懂 現在學習一個很煩的, 就叫class class是最複雜的一件事 那我呢, 首先告訴你, 什麼叫class class的概念呢, 就是一個叫做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即是, 物件導向的一種寫程式的方法 那現在絕大部份你用的外面 iOS, 寫app, 什麼都好 寫遊戲, 全部都是用這種物件導向式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那它呢, 是怎樣呢 它的概念就是, 當你寫program的時候 好似的, 這裡 其實是一些functions來的 那這些functions, 有些不同的情況 不同的event的情況, 它就會走一些曲 沒有什麼特別的, 對吧 如果你做一些簡單的program 用這些setup, draw, 加一些mouse press 然後寫很多些, 即是一些functions call它做下去, 都寫到東西 但是你寫得複雜的話呢 這些, 攤插出來的寫功能 你就是會寫到死 還有你會很容易製造一些bugs 很難fix得到的 那所以呢, Object Oriented 其實呢, 它的concept就是寫program的時候 它不是全部都出來寫的 而是呢, 我們會當寫program 是好像製造一部iMac那樣 iMac是什麼來的呢 iMac其實是一個object來的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就是寫一些object出來, 對不對 我們假設iMac那樣 iMac是一個object來的, 是吧 但是iMac裡面有很多東西 iMac其實呢, 它是透過有個screen 加個殼, 是吧 裡面加一些hard disk, 又有底板, 是吧 iMac又有keyboard, 又有mouse 是吧 我剛才說的所有東西, 很有趣的 iMac本身是一個object來的 iMac自己也是要透過裡面一些 Display的object, 底板的object hard disk的object, 來都撰到iMac出來 你用這個iMac的object 你又要有一個keyboard的object 和一個mouse的object, 明白嗎 所以呢, 在寫program的世界裡面 每一樣東西都是一個object來的 好像我們在這個地球裡面 所有東西都是一個object來的 地球本身是一個object, 是吧 一棵樹是一個object 樹上面有很多葉 其實每一塊葉也是object 人也是object, 是吧 你戴了那副眼鏡, 眼鏡也是object 那你首先明白一件事 就是我們現在開始寫program 就以一個object的模式來寫program 就不是就這樣寫一些 攤出出來的功能 好了, 不過你就理解到一件事 就是, 哦, object很明明 那怎樣寫呢 即是, 記住了 怎樣會有一個iMac走出來的呢 這個iMac的object 不會突然爆出來的, 是吧 當然要有人去設計出來的 那我們是program 我們當然要設計這個iMac出來的, 是吧 那設計iMac的時候會有些什麼呢 就是有些藍圖 藍圖的意思呢, 好像一大張紙 裡面有藍色的, 很多些線 畫畫一些瓜蝙, 又指一些英文字 整幅很精密的一個設計圖 那有了這個藍圖的設計圖呢 那怎樣呢 我就可以製造一些iMac出來的 那所以呢, 記住的是 這個program的世界裡面 有一件事叫藍圖 有一件事就叫做物件 物件怎樣創造出來呢 就是透過你在藍圖裡面 設計好了 有了一個藍圖呢 你就可以製造一個iMac 兩個iMac, 三個iMac 不過, 當你製造出來的時候 每個iMac都應該是跟著藍圖來伸延出來的 藍圖呢 英文就叫class 那教大家寫class的意思呢 就是教大家寫個藍圖 這個藍圖寫好了會怎樣呢 它就可以製造一些東西出來的 譬如iMac這樣製造一部iMac出來 那就明白了 好了, 那另一樣又要再說了 在你製造這個藍圖的時候 你要預備創造一個iMac的時候 這個iMac呢 一定是有一些東西的 兩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就是叫properties properties就是屬性 那另外呢 有一樣東西就叫做 function, 好嗎 功能 那你說什麼叫屬性 什麼叫功能呢 那我就要解釋給大家聽了 一部iMac 它有21.5吋 有27吋 是不是 那這個就是它的屬性 我在藍圖裏面 已經指明了 當我製造iMac的時候 我有兩種屬性 一是25吋 一是21.5吋 一是27吋 那當我製造iMac的時候 可以選擇 製造25吋 21.5吋 還是27吋 另外iMac都有屬性的 就是呢 它內置有多少memory 明白嗎 那有些iMac出廠的時候 可能是16G 有些是32G 有多少memory 又是那部iMac的屬性來的 好了 以人為例也是的 假設人是一個object 神創造人 神有個藍圖 做出來 又創造一個人出來 我假設是這樣 人是有黑頭髮 白頭髮的 也都是有黃頭髮 金頭髮的 全世界很多不同顏色的頭髮 頭髮的顏色是屬性 它是藍還是女 它就是那個object的屬性 還有什麼 呃 它哪裏有粒子 都是它的屬性來的 是不是 屬性的意思就是 那個object 它有些什麼 屬性 就是這個意思 應該明白的 是不是 好了 這個藍圖呢 除了設計iMac的時候 要指定一些屬性之外 我們還要給它一些功能 如果沒有功能 要做什麼 假設以iMac為例 我們用藍圖 做好了iMac 有屬性 有大小 螢幕又有不同的 memory 其實它有功能 就是怎樣 當我按鍵開 那部iMac的時候 它就會懂得開機的 開機是它的功能 行一個系統 是它的功能 可以裡面 開到一些程式來用 是它的功能 它會穿到的Display 令到Display的畫面 顯示到它裡面 在行的東西 也是它的功能 所以iMac就有超多功能 假設這個藍圖 要製造一個Mouse Mouse有屬性 假設是Apple的Magic Mouse 有黑色和白色 給你選擇 黑白色是屬性 Mouse有什麼功能 就是你動的時候 可以將數值傳給iMac 讓它知道你的Cursor 飛去哪裡 這些就叫功能 寫Program 就一定要這樣做 我現在就教大家 開始做個藍圖 就是class 我現在要開個class class是開一個藍圖 而這個藍圖 我將來會用它 來製造一個波出來的 所以這個藍圖 我改名叫波 這樣開就開了個class 明白嗎 不過這個class 我也講過 這個藍圖 我將會製造一個波 現在還未製造 現在純粹就是在設計 它有屬性的 波有什麼屬性呢 你就要考慮了 譬如 有個X的position 是吧 有個Y的position 是吧 我簡單一點 Red Green 它有顏色的 是吧 我就拆開來儲 正常應該用color 來儲 但是我現在就不拆散它 讓你不要弄這麼複雜 就是blue color 是吧 另外這個波有radius 是吧 我一次過就開 你可以分開二四六 分開六行做就行 你可以拆一行過這樣做就行 開變數你可以續行續行開 Flow X Pro Flow Y Pro Flow R Color 你想簡化就一行過都行 只要它的datatype是相同 就有一次過開六樣東西 這六樣東西就是它的屬性 一粒波 它放在哪個位置 是它的屬性來的 一粒波 它的RGB color 是什麼色 是它的屬性來的 等於你 你的iMac是多少寸 是吧 或者你這個Mouse是什麼顏色 另外 那個波有多大有多小 人生出來 你都知道 我們不要用波 你的腳有些長有些短 是不是 那 長短是它的屬性來的 那這個波的大小也是它的屬性 好嗎 那我們就設計了有屬性這件事 明白嗎 那我們當然設計了這個有屬性之後 它的屬性是多少呢 就要我們去製造這個波的時候 就要去設定 這個藍圖 如果你的class的名字叫做波的話 你就應該裏面都要有一個這樣的寫法 我都不知道它為什麼 這個你可以解釋為一個inisolation 就是說當這個波一製造出來的時候 就會走這裏裏面的東西 就是關它出來的時候 就一定會首先 第一個動作就是走這裏的曲 那這裏的曲是什麼呢 就是設定它的屬性 譬如我X position 是等於Mouse X 就是說 就是說當我在program 裏面製造一個波的時候 我就會找Mouse 那個現時的X位置 將它設定給這個波 這個新製造出來的波 設定給它的X pose 所以當我createMouse 這個波的時候 那些X position 和Y position 是未必一樣的 等於譬如我弄一個人出來 就是你和老公或老公和老婆結了婚 生個兒子 你每個兒子一模一樣 沒有可能的 對不對 你可能生三個兒子 有個像爸爸多些 有個像媽媽多些 有個不知為何像旁邊陳斯拉的兒子 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各個不同的 我們做這個class的時候 都可以這樣做的 就是說當我create這個波的時候 它的位置 是會依據 它生出來的那一刻 Mouse的X或Y位置 來做定義的 好嗎 這樣做而已 好 另外 R color 我又一開始 Gen這個波出來的時候 又要設定它了 那當然 這個當然是設定它256 R也是256 G也是256 自然B就是256 不過你記住了 我是分開三次做的 所以每次create這個波出來的時候 它的RG和B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每次不同式的 好嗎 那那個 半透明那個 就全部100 不要弄那麼多 那這個波呢 還有一個熟成的 就是radius 是吧 那radius是多少 radius是小心的 你就想 radius是半徑 是吧 那假設你想的波是 大約最大是100 那你會這樣打的 這個做法是錯的 不是錯的 不是那麼好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create那些波的時候 你random 100 它就是由0 random到99 是吧 那個size 如果剛好只有這麼巧 它random了 即是random了0 或者1 那你Gen了那顆波 是小到只有一點 是看都看不到的 大佬 那所以我們通常 不會打這個random 100 因為random 100 是0至99 那我們會random多少呢 我們通常呢 就想一想 我們最小的數是多少 最大的數是多少 如果我想的波小到最小呢 那半徑呢 都有 20 最大就是100 那我怎麼random 因為這個radius 是半徑來的 是吧 那算了 我就這樣做了 我就random 50 減10 即是40 然後再加回10 看看吧 半徑 所以全部成2 那些東西 40 即是說我random 0至39 是吧 random了0至39 之後呢 就要再加10 那就是呢 將那個random的數 向後offset了 加大了 如果我random了0 加10 就是10 我random最小的時候 就random了0 加10 就是10 就是小到極都是10 我random到39 加10就變成49 就是大約50 是吧 那我們就製造到這個radius 這個random 就是由10 至到49 明白嗎 那我們只要把它乘大兩倍 因為radius 那就變成20 知道多少 就是98 就是差點100 當然啦 你想去到100的話 你就打41 那就是 41 即是39 40 40乘2 那就是100 這個最大嘛 random最大就是40 40加10 那就是50 50乘200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random 由半徑 由10 到50 好了 又做了這個之後呢 其實呢 就是說 這屬性 preset了 然後當我create一個ball出來的時候 我們都會馬上 製造了這些東西出來的 不過呢 這個ball呢 很有趣的 是不會顯示出來的 我們要把它顯示出來 所以我們就要開始做一些功能 功能呢 功能呢 就有點難理解的 你首先打個 void Display這個呢 是你自己改的 名字 是改什麼名字都可以的 你可以不改作Display 你改一個D 也可以的 那但是呢 因為Display呢 就容易理解 即是我想把那些ball 顯現出來 給人看 所以我自己改名字 將這個function 那個Display 容易分別的 那 function是什麼呢 我剛才說了 譬如你用藍圖 整個ball 不是整個ball 整個mouse mouse有功能 可以click click click 又可以動它的時候 動到cursor 這就是功能 這個就是它的功能 ball呢有第一個功能 就是它會將自己 顯示出來給你看 用一個 ellipse的情況 那 當然啦 你首先要給它一個顏色 這個顏色很簡單 就用那幾個 不用打 這裡 copy 就是了 三隻 不過這個feel 你也要告訴它 做不做半透明 那128 就是大約半透明 因為它最盡256 另外 就 ellipse 就 給它一個mode 變成center 就是用它的中心點來對位 你可以這樣理解 那然後呢 就真是 draw ellipse出來 就是 draw 圓形出來 draw 圓形這個呢 首先要知道了 它就會問你拿四樣東西 顏色已經有了 是吧 線就是no stroke 那它就問你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xy 第二就是寬和高 那xy呢 你就給個x position 和y position就可以了 那那個半徑呢 那個闊度呢就是半徑 是乘二的 是吧 因為剛才那個是半徑 那就乘二了 那當然啦 你說這個不叫半徑 這個叫直徑 都可以的 不過呢 就有些原因 寫半徑有些東西 是待會你會發覺好些的 不過我都未必 記得看你了 將半徑乘二 半徑乘二 那就是直徑 那這樣的話呢 這個class呢 其實就寫好了 那因為呢 做class呢 是有點煩的 那所以我就再一次呢 看一看了 class 也就是等於一個藍圖 藍圖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用來製造一些object的時候 譬如我想製造好多顆球出來 那我基於一個藍圖 設計製造這些球 是不是 當我製造這個球的時候呢 我要定了就是這些球 是會有一些不同的屬性 你可以定的 你可以定多一點也可以 定少一點就可以 現在我們暫時定了六個屬性 那有屬性呢 就代表它會有位置 還有有不同顏色 還有有不同大小的意思 那但是呢 當你設計一個球的一個藍圖 一個class的時候呢 最記緊要呢 一開始呢 一定要有一個叫 波括括 這個是當你製造那個球的時候 那個球一生出來那一刻 你就要給一些的屬性去 這個只是開了一些數值 就是開了一些變數 但是沒有給它一個實數 這個呢 就是當它生出來的時候 還給它一些實數 所以這個球生出來的時候呢 它的XY 顏色和它的大小 是個個不同 不過 它們個個都是圓形的 好嗎 好了 另外我都講過了就是 開一個class 有個藍圖製造的球的時候呢 我們在藍圖裏面 設計一些功能給它 讓它呢 可以懂得做到一些東西的 如果不是你有時候 那個class是廢的 對不對 我生個仔出來 叉燒來的 就是沒有用的 是不是 那麼有功能的不同 它懂得走 懂得走 懂得罵你轉頭 是不是 那些就是功能 功能呢 我都做了的了 就是這個 用voi 這個就是那個功能的名 Display 就是功能的名 這個名字是可以由你自己改的 你設計的嘛 所以這個名字是你改的 這個look功能裏面做些什麼呢 就是會做幾樣東西的 就是 Display它出來 給它一個顏色 用它自己屬性的顏色 是吧 然後把它分裝 然後呢 就放回位置 和radius 都用回它自己屬性 這樣呢 它就會顯示了 在那個 Canvas那裏 那裏 不過呢 寫好之後呢 當你run的時候呢 你都看不到有東西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只不過是 製造了一個藍圖 而已 但我們最後呢 沒有將那個波 真的create一個object 透過這個藍圖 製造一個object 以及沒有嘗試用一下那些功能 不過這個呢 都講一講 功能呢 如果你看到前面寫著void 其實不用理它 因為都短期內 你都不會學的了 就是說呢 這個功能做完了之後 有沒有數值會傳媒回 給call他那個人 好心啊 不要管了 那你打void就可以了 通常都打void 好了 我們呢 假設了 要試一下呢 製造個波 那怎麼做呢 就這樣做了 那我就把那個顏色呢 白的呢 就在setup那裏 做一次就算了 好嗎 那在這裏呢 我就試一下呢 就create一個波 其實旁邊都有看到 那個code怎麼寫的 那 記得啦 如果你開一個integer 你就打int 是不是 那譬如叫num 那樣 就等於1 那這樣呢 就即是開一個變數 而它呢 就是一個integer 什麼名字 就是它integer是細組 開一個integer的變數 而那個變數的名字叫做num 而我將個1 擺到num那裏 這些呢 就叫variable 但是呢 開object呢 和開variable呢 是一樣的 這個方法 看著吧 如果我要開個object 因為那個object呢 我是透過 ball這個class 做出來的 所以我就不是打int 就是打ball 明白嗎 ball它會馬上知道的 你想建立一個ball的object 透過這個class 這個藍圖 製造出來 那你關掉東西出來 改個名字才行 那我的名字呢 就叫做 newball 好嗎 暫時這樣先 不要叫ballinstance 好 ballinstance 好了那怎麼做呢 你平時開個flow 你就newflow 你開個ball 就是newball 那 這樣就完成了 不過呢 你這樣開了那個 這個ball呢 這句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透過ball這個藍圖 製造一粒ball 那ball的名字就叫ballinstance 明白嗎 這個就是它的名字 明白嗎 這個就是告訴它 它是透過用這個class 就是這個 newball 那它就走這堆東西 然後gen了這個ball 那它的名字叫這個 它的datatype就是ball 就是這個class 這樣解的 其實照抄得了 沒什麼特別的 好了 但你說呢 我弄了這個newball 那會有什麼事發生 是沒有事發生的 你按個mouse press 但其實我不停地create了很多個ball 其實現在 明白嗎 但因為我沒有叫它顯現出來 那所以呢 下一個動作呢 我就跟它說了 看著吧 就是ballinstance 叫它 DotDisplay DotDisplay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ballinstance 就是這個 剛剛裂了出來 關了這個仔 是不是 又叫它Display 那它就會馬上 這個ballinstance 就會call它這個功能 來走的 明白嗎 那我們run來看看 有沒有反應 看見到 開了一個ball出來 然後呢 因為我開完那個ball 立刻叫這個ballinstance DotDisplay Run 它就會顯面出來 你可以繼續click 當我click了1,2,3,4,5,6 我click了6下之後呢 大家記住 和你之前draw的東西不同 Draw的東西是一個很空泛 你叫它Draw完之後 下次就擦走它 現在呢 雖然我畫了一件東西 我轉頭Draw的東西都會擦走它 但是 在這個program裡面 它會記住了有 1,2,3,4,5,6 有六個ball 在program背後存在著 而這六個ball 它分別有XY position 是自己有自己的position 自己有自己的color 明不明白 到我待會塗完它 然後我用for loop 叫這六個ball loop出來給我看 它都會出現到的 放心 不過現在我還未試著 因為呢 我都說搞了那麼久 都是在講怎樣製造一個class 和將class的功能 運作它出來 什麼Dot什麼就可以了 如果你這個十個功能 譬如有Display 有剛才movement 有什麼有什麼 你可以ballinstant.move ballinstant.display ballinstant.delete 你自己寫這些功能 它就會有這些功能做到 因為錄音很長 我現在停一停 看看你們又頂不頂得順 這個其實真的很難 因為真的教寫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並沒有提供 就是最吉利的動作 你會有 vários 能力的可能性